明星们在我们看来一般都是风光的 潇洒的 然而真正的明星你又了解多少呢 最近小编整理了下娱乐圈明星的行程安排 结果发现真的是太凶残浪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凌晨1点 当你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杨阳已经在开会了 凌晨2点 来看看女神刘亦菲 竟然还在排气中 凌晨3点 吴哥开工了 你能想象吗 凌晨4点 这时候王立坤都已经起床看剧本了 唱拼了吧 到了5点了 相信许多早班的小伙伴 已经在睡最后一个回笼觉了 这时候范爷竟然刚收工 明星每天真的好忙啊 不光半夜要工作 每天行程也是满满当当 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 来看看王俊凯宝宝的一日行传单 真的是被吓得不轻啊 此时此刻我的一脸懵逼 给你们瞅瞅 一个小时化妆 加半个小时换妆补妆的成果 真的不要太帅 重点是小凯的行程 凌晨2点才睡 而且午休和晚饭的时间去哪了 灵机上还要背单词 这也太辛苦了吧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不是你不努力 而是比你优秀的人 比你还努力 前阵子王健林的行程表 不是也曝光了吗 王总4点就起床去健身了 真真是比机起的都早 难怪对他来说 挣开一个月 只是一个小目标了 我还找到了一个 疑似王思聪的行程表 真假未知 但跟老爸 真是形成了先林的对比 买包 跟林公星一起打游戏 那我们确定 不是在吹头发吗 无意翻一个下午的行程 也很凶残 进去到每分钟就不说了 从一点到四点半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就安排了16个专访 王晓明拍摄中月飞的时候 同样是四点起床 要拍摄22个小时 才能收工回家 提到明星的一日日程 不讲姚明 我都对不起你们 曾经怀孕 依然坚持拍戏的是他 曾经同一天 敢欺赏通告的还是他 因为工作太忙 以至于陪孩子 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 今年小糯米过生日的时候 早上秘密现身机场 大概中午左右到达香港 下午的时间 陪糯米过生日 然而欢乐的时间 总是短暂的 下午天都没黑 秘密就又走了 今年8月的时候 早上秘密被拍到 报完上学 而下午又出现在了 首都机场 头发毛衣都是一毛一样的 所以这次秘密也是 同一按北京香港两地跑 然而这些都不算啥 他最拼的时候 他曾一天坐过三次飞机 秘密是真劳魔呀